剪下頭髮只需要幾秒鐘 但要留出一頭烏黑的繡髮 卻需要好幾年時間 要剪掉一頭寶貝繡髮 很多人都會猶豫再三 不過這位才五歲的小女生 為了讓病患也能當公主 因此決定將繡髮捐給癌症病患 她說再留就好啦 其實我也捨不得啦 可是我覺得這比較有意義啊 也比較好整理啊 說實在的啦 她知道捐給小朋友做頭髮這樣子啊 那他們可以說也是可以綁頭髮 跟她一樣變成小公主啊 因為國中了然後沒什麼時間 媽媽剛好看到這個活動 覺得我剛好要剪了 爸爸就說 因為阿公也是因為癌症過世 大家也知道化療會讓人掉頭髮 爸爸就想說好 那就讓我們就把這個頭髮捐出去 為了以實際行動幫助癌症病友 沙鹿地區醫院舉辦魔法奇緣捐髮活動 部分年齡層一共超過十個人熱情響應 有美髮師剪下他們留了多年的長髮 提供化療落髮的癌症病患製作假髮 化療的病人掉頭髮 他們都很痛苦 很沒有自信心 所以我們就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呢 來希望周邊的人能夠捐出愛心 捐出頭髮 我們捐出來的頭髮呢 我們集中起來是由醫院出資 來委託專業的人做成真的假髮 這個假髮就放在我們社公司裡面 我們遇到有病人需要的 有時候我們就借給他用 院方也提到癌症患者接受化療時 除了要承受身體上的病痛 心靈上的壓力 還得忍受別人對吊髮的 異樣眼光 因此透過一束束的愛心髮術 不但給予溫暖的鼓勵 也協助癌症患者更勇敢對抗病魔 記者怎麼歡迎台中廠報道 謝謝大家